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这是昨天的一个承诺 说在我们渥太华佛光山 还有跟在美国的纽约道场 波斯顿山佛中心跟新洲佛光山 我们四个道场就一起在线上 举行在渥太华奖是 见识祈福莲皇法会 在美国三个道场是 孝庆报应莲皇法会 关键就是我们共同举办了 莲皇法会 然后共同用三十信念佛式 在线上来诵经也好 回向也好 那么所以昨天圆满了 那么昨天在讲话的时候 我想就是 我在年轻的时候 我可以坦白的讲 我没有跟别人讲过 我实在说 最早我觉得 大家学佛的人 就是来参加法会 诵经听法就好 不要花那么多时间 在厨房里 整天就在那里做 就是说备办饮食 摘饭这些 我年轻的时候 当然这个讲起来 就是说三十年前 我当时会觉得说 不要浪费时间 这个吃的简单 那就是一锅面 就大家把多 就是说集中时间 多一些来听法 这样 那但是呢 在今年 特别在今年吧 因为怎么讲 我们在学习做共菜 过去当然都交给共菜主 这个点座主 那很多义工师姐们 都很有专长 又很肯发心 那现在因为疫情关系 那么在 这个沃泰华佛光山 在金社 就是我讲的原班人马 就几个人马 那么所以 就是我们都要一起去做 不管你是刚刚讲演完 你刚刚煮法完 如何如何 马上袖子卷起来 就是要认签 我要负责 哪一道共菜 就是说 当自己这样投入在做的时候 那种在做中学 在做中 怎么运用现有的材料 然后呈现最上供养 我就觉得说 这有很多面向可以看 其实你就要准备供养 大众也好 供佛也好 就是法会的供菜 这些种种 其实对我们制作的人来讲 我因为参与了 就知道说 所有这几十年来的宣习 所有的美感 所有的概念 所有 尤其是特别是从师父 那里得到的真传 那一句话叫做 有佛法就有办法 没有这个盘子吗 我们用哪一个 没有这道材料吗 我们换 所以我在这个参与之中 觉得原来发心 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 只要你参与 只要你用欢喜心去做 一样自己有学习 而且一样可以供养大众 而且它本身就是佛法 那么并不是说 这个在洗菜挑菜忙着做 就好像少了佛法一样的 我觉得我应该修订 我年轻时候的一些观念 那当然 我说在昨天法会圆满 我在讲话的时候 我就说 因为那个镜头在现场带 因为逆光的关系 还有距离 这些直播 我们机器又不敢移动 就怕断线 掉线 所以我说 那还是在今天的早安佛光 给大家看一看 其实我真的很 我先我们方圆把这个纽约寄过来的三张画面 今天也给大家看 现在就可以播放了 我们一边看一边走一下 你看这个坛场 这还只是在三楼的这个超建战谱坛 特别看一下这一张 那个用帮原住民准备的那个饮食 好好 那个标志图腾 这个已经到沃泰华了 现在各位看到的画面 那当然都是非常的用心 就好像在艳客一样的 还有这个西式的点心 中式点心 西式的这个 这边是中式的日式的 还有原住民的 那然后 再看 再下一张 你看这是中式的了 当然我们一般会讲 山珍海味啊 姜啊 这个盐啊什么 共产也是非常用心 今年的这个整体上来看 又在 也是一个挑战了 因为自己在做知道 这边 非常的丰富 这是熟食以外的干货 我们一样 都是要这个占卜 所以可以讲 柴米油盐 所有 这是我们师姐们家里都种的 都拿来供佛 来供祖先 来结缘 另外呢就是 因为也有一些小朋友嘛 所以小朋友的要吃的啦 道场要用的啦 你像这些米啊 这种种 都 给大家看一下 自己可以弥补 你不能够清零现场 回到道场来 刚刚我来不及讲 纽约道场 本来我早有望 法师要问 法会后没找到人 我要问说 他那个原住民的 那个角落 他的饮食 当然我看到三姐妹汤的 那个材料 也看到 这个米饭 他们习惯的 那跟 这个资胜法师 准备的也是 都是同类 接近的 这些材料 但有一样东西 是加拿大的 这个原住民 他有一个图腾 一根柱子 好像有个翅膀 有一个雕刻这样 他那个柱子呢 他是用山药 新鲜的 那个山药 然后 那个好像翅膀一样的 原住民的那个 还有雕刻的那个 好像是鸟面人 还是 就是 用那个香瓜 金瓜吧 去雕刻那个图腾 很用心 我本来想问他 什么人做的 有这种用心 不过在这里 不管是谁 我们都要赞叹他的用心 那总是呢 各位知道说 我们在准备 真的是非常符合 不管是东方的饮食 西方饮食 是用餐呢 还是dessert 还是饮料 茶 包含咖啡 全部都有 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你的历代祖先 过往先人 那些冤亲栽主 知道 因为栽主是各位 你为他们备伴这些 请他们 好好的 饱餐 法味 除了是这种 饮食的诚意 另外就是 听经文法的那种 法喜 然后再加以劝导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们一定很高兴 知道我们为他做的 都是最好的 所以会接受 我们的功德 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是我就做一个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另外呢 因为忙完了法会 我想还是回来 就是现在我们应该 今天呢 在沃泰华佛光山 是三好儿童夏令营 开营的第一天 各位看 真的是常经敬菩萨 永不休息菩萨 常做佛事 那就是忙完 当然到场 这个坛场 整个慢慢还在 这个整个在善后 整理 要准备给栽主的 这个结缘品的 所有供品 那么都会帮大家准备好 那另外小朋友的夏令 也开营了 所以指引法师 又带着社教主 主任呢 是云燕师姐 还有几位老师 助教 其实他们早知道是在返会后 紧接着 他们早一两个月前 一直都在筹备中 那希望开开心心的有个学习 那另外就是在可以讲 应该讲佛学会考了 我还是要提一下 主要的我从明天开始讲 那因为到8月20号 是佛学会考 报名截止的日期 那所以希望我们北美洲 特别是北美洲加把劲 因为今年是第一次 在线上举行的全球佛学会考 各位知道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有时候我们在开这个筹备会议 是要克服 就是说你不用去跟他商量说 哎呀你开会时间定在 我们凌晨两点不行 半夜三点不行 其实我们都知道不要说了 因为地球是圆的 不管你怎么样调 总有一个区域呢 是正在睡觉的时间 所以大家都很配合 那就是这样不容易的筹备 那终于也看着 在应该讲就是不到一个月 9月12号 中文组的佛学会考举行了 那如果是英文的呢 英文的大人呢 青年青少年儿童呢 只要是英文的题库呢 考题呢都是在9月19号 这我讲的是北美洲 各位我们的找恩佛观的观众菩萨 遍及全球嘛 所以你一定要以你那一周的 你是欧洲吗 澳洲吗 你是在非洲吗 那你在亚洲哪一个国家吗 请你配合那一个国家 你所在国家地区 他有不同的这些安排 你像马来西亚很了不起 他们日期有点不一样 但是他是因为这个教育部 有学校的学生 也是上千人 跟着考试 所以他配合这个学生的时间 所以我想到说 在一个回教国家 在回教国家的学校里的学生 都要来参加佛学会考 那我们这个大乘佛法 大乘教区的佛教徒 怎么能不参加呢 我很希望 就是只要看我们早安佛光 得到这个消息的各位 你也许说 我不是佛光山的信徒 我是我们自己到场的 我是哪一个宗派的 我觉得应该他是可以超越的 因为佛学会考 考的是佛法正义 考的是佛陀教导的义礼 所以你是哪一个宗派 你是哪一个到场 应该都要共襄胜举 希望您把这个消息 带给您的所在的道场 那希望我们的 这个真的是诸上善人 大家都可以在线上 共同来参加 报名他是没有限定哪里 不一定佛光人 不一定什么 没有规定 那明天我会再进一步 多一些佛学会和讯息 分享给大家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很高兴跟大家报告 今年的法会非常的圆满 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有空吗 ja 不一定会不会满事 不免一 不免一 到路云 到路云 чно 不便宜 Protestant 节奏 我们 大 рег 一 也可以 试 音试